全台灣最精彩除夕夜特別節目開出了收視紅盤 全體平均收視3.02 用奪全國收視冠軍 總收視人口來到了325萬4千人 而節目每分鐘收視最高點飆到4.77 就落在南韓大事女團首次登台訪問 龍年安康 我根本超標準 全文超標準 用中文跟所有歌迷拜年 馬上引起台下粉絲大暴動 有韓國大事女團的Selefin加持 讓今年全台最大出席的特別節目收視 開出紅盤 全體平均收視3.02 有效平均收視2.96 各年齡層分眾平均收視均勇奪全國冠軍 總收視人口來到了325萬4千人 碾壓各台新春特別節目 而當天的收視最高點你猜到了嗎 跳起床囉 團員們的首次登台訪問就重逢 重翻天錄製七窗鈴聲給粉絲們 4.14 而幾近收視第三高的則是平民天后徐懷鈺 身穿翔龍紅袍熱唱喜情洋洋 而除了電視收視開出漂亮成績 在網路點閱率的部分也是搶搶棍 喔 節目官方YouTube平台 同季截至2月15日上午11點為止 讀樂率冠軍不意外就是女團 The Cellophie發燒族曲 已經超過126萬人次點閱 就連官方加碼釋出的女團FanCam視角 也擠進前三名 合計點閱率高達415萬人次 比去年多出100萬人次點閱 新春開工日 節目收視也開紅盤 全新龍年開出漂亮好彩頭 綜合報導